尼亚加拉瀑布与伊瓜苏大瀑布 维多利亚瀑布并称为世界三大跨国瀑布 科学家们对此也相当关注 为此他们进行了实地调查 没想到的是 他们在瀑布的底部居然发现了令人惊讶的事情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尼亚加拉这一期的瀑布 奇迹一直不为众人所知 直到1678年 一位叫路易斯亨尼平的法国传教士来到这里传教 发现了这一大瀑布 禁不住为他不可思议地美赞叹布宜 并细心地记下了自己的见闻 对这绝妙的人间仙境做了传神的描述 把这一圣景介绍给了欧洲人 1625年 欧洲探险者雷勒门特第一个 写下了这条大河与瀑布的名字 但让尼亚加拉瀑布真正声明确起的是法国皇帝拿破仑的兄弟吉罗姆波纳巴 当时吉罗姆带着他的新娘不远万里 从新奥尔良搭乘马车来到尼亚加拉瀑布度蜜月 回到欧洲后在皇族中大肆宣扬治理的美景 于是欧洲兴起了到尼亚加拉度蜜月的风起 尼亚加拉瀑布实际由三部分组成 从大到小 依次为马蹄形瀑布 美丽尖瀑布和新娘面纱瀑布 马蹄形瀑布位于加拿大境内 其形容马蹄 美丽尖瀑布在美国境内 由山羊岛隔开 新娘面纱瀑布也在美国境内 由月亮岛隔开了其他两瀑布 事实上在美国境内看到的只是尼亚加拉瀑布的侧面 而在加拿大可以一览全貌 尼亚加拉瀑布的形成在于不寻常的地质构造 在尼亚加拉峡谷中 岩石层是接近水平的 每英里仅下降19到22英尺 岩石的顶层由坚硬的大理石构成 下面则是一被水利侵蚀的松软的地质层 水流能够从瀑布顶部的悬崖边缘笔直地飞泻而下 正是由松软地层上的那层坚硬的大理石地质层所起的作用 更新是时期 巨大的大陆冰川后撤 大理石层暴露出来 被从伊利湖流来的洪流淹没 形成了如今的尼亚加拉大瀑布 通过推散冰川后撤的速度 瀑布至少在七千年前就形成了 最早则有可能是在二点五万年前形成的 当时瀑布应该位于安大六湖的南岸 高度应在一百米以上 声势之大 应远非今天所见瀑布只能比拟 尼亚加拉瀑布即由它冲出来的尼亚加拉峡谷的形成 有着特殊的地质条件 慕尼亚加拉瀑布所在地的表层岩石属于古生代滞留剂的白云岩 抗侵蚀能力极强 但这层岩石之下却是脆弱的叶岩和沙质岩层 瀑布的长年充实 使得石灰岩崖必不断坍塌 致使尼亚加拉瀑布逐步向上游方向后退 据1842到1927年观测记录 瀑布平均每年后退1.02米 落差也在逐渐减小 照此下去 再过五万年左右 瀑布将完全消失 为了挽救尼亚加拉瀑布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美加两国政府耗费巨资采取了控制水流 用混凝土加固崖壁等措施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使瀑布后退速度控制在每年不到三厘米 瀑布水流无沉积物 清澈的水之为瀑布增添了袖色 尼亚加拉和横跨美国纽约州 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边界 是连接伊利湖和安大略湖的一条水道 河流湾沿而曲折 南起美国纽约州的布法罗 北至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阳阁镇 全长经五十四公里 海拔却从一百七十四米直降至七十五米 上游河段河面宽两到三千米 水面落差紧十五米 水流也较缓 从距伊利湖北岸三十二千米起河道变窄 水流加速 在一个九十度级转弯处 河道上横跟了一道石灰岩构成的断崖 水量丰富的尼亚加拉和金瓷 骤然抖落 水势澎湃 深阵如雷形成了尼亚加拉瀑布 尼亚加拉瀑布的水流冲下悬崖至下游重新汇合之后 在峡谷里继续翻滚藤越 在不足两公里长的河段上已高于大瀑布的流速 每小时三十五点四公里跌宕而下十五点八米的落差 演绎出世界上最狂野 最恐怖 最危险的漩涡急流 安大略省和纽约州深知这一自然奇景的重要性 因而保留或获得了瀑布毗邻地区的土地所有权 将这些土地辟为公园 当然 一切对瀑布的了解都来源于科学家对该瀑布的地址探索 为了让这个瀑布能成为一个旅游设定 也为了探寻这里地质的变化 科学家们要调查的地方还有很多 这项研究是漫长的 也是复杂的 然而当科学家们沉浸在探寻尼亚加拉瀑布的谜底时 一个令人不安的场景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1969年 出于对经济局势和地理研究的考量 美国当地政府决定对尼亚加拉大瀑布来一个釜底抽新的调查 当地政府把尼亚加拉大瀑布抽干了 以配合科学家进行研究 然而当水位迅速见底的时候 他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发现 把水都抽走后 工程师们发现了一男一女的尸体 身份不明 女子身着红白相间的衣服 手指上戴着一枚写着不要忘记我的婚戒 根据理论 人们认为这可能是一对刚刚参观完瀑布的新婚夫妇 然而 尽管当地政府运用了各种手段去调查这对夫妇的身份 但这个惊人的发现仍然是个谜 对于受害者身份的无尽疑问没有答案 但这片区域的地部并不只有一对遗骸 事实上 从1850年到2011年 在这个迷人的瀑布脚下发现了大约5000具尸体 这个惊人的发现让所有人都瞅目结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瀑布的底下会有这么多亡灵 尼亚加拉有这样一个传说 传说在至尼亚加拉峡谷中住着一个古老的印第安部落 族里规定女孩成年后通常是由父母私定终身 有一位很美丽的印第安少女在成年仪式上 被父母许诺给了一位又老又丑的老头 少女顿觉痛不欲生 跑到尼亚加拉大瀑布前哭泣了一天一夜 最终静坐着竹筏飘进了大瀑布中 再没有回来 也许就是这美丽而动人的传说 使许多人相信大瀑布后还有另一个美好的世界 有一个美丽的少女 因此每年在尼亚加拉瀑布失去生命的人不计其数 如此高的频率让当局不得不加强了安全的防范 和两岸加固了防护栏 尼亚加拉瀑布公园管理委员为此专门制定了一套游园法规 其中规定禁止任何个人或团体 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进入瀑布景区进行又危险的活动 否则将受到刑事处罚 但是类似事件还是层出不穷 还是有人选择到这壮观柔美的瀑布前 挑战自我或者结束生命 这非正常的状态引起了科学家的注意 人类何以对瀑布如此着迷 研究的初步结论是 尼亚加拉瀑布巨大的落差 让跌入深谷的水流飞溅起一百多米高的浪花和水汽 由于空气中弥漫着丰富的水离子 极容易作用人的大脑中枢神经 产生亢奋和冲动 因此即便是瀑布的景观再美 游客们依旧要做好安全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